警官 接着我们见过都行 据说昨晚桃子死之前 单独见过你 对 见过 你们俩还发生了争执 没有 就是小半嘴 半嘴 为什么半嘴 昨天可能是因为人太多了 他招待不周 我们俩关系特别好 经常这样 听说他是你高中同学 对对对 所以他有心脏病这件事 你也是知道的 高中的时候老师倒是说过 那桃子他胆特大 从来没犯过病 我们也就没当真 行 我知道了 那再有什么问题 再联系你 好 有什么新发现 果然在药瓶里 测出了三环泪抗抑郁的药 这种老式抗抑郁的药 是心脏病人的大剂 看来的确如你所说 给你看个东西 你们看 案发当晚 酒吧老板确实见过桃子 两个人还发生了争执 但是 是应该不是酒吧老板 换的药 他们俩是高中同学 关系不错 但是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 酒吧老板基本都在柜台 招揽生意 就没有离开过 虽然两个人发生了争吵 但很快桃子就离开了现场 酒吧老板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是没有办法 换掉桃子口袋中的药的 不过 酒吧老板的态度 让我觉得很奇怪 他们两个明明发生了争执 这在视频录像里头很明显 但是老板在回答我问题的时候 却受得很含糊 那他是不是有什么 还在隐瞒我们 不过他没有换药的机会 应该已经排除了是凶手的可能 应该已经排除了是凶手的可能 还有别的迅速吗 那他是不是有什么 还在隐瞒我们 不过他没有换药的机会 案发当晚 桃子还见了一个人 谁 张仪 那个当红的女演员呀 没错 我上网查了一下 他最近八卦不断 绯闻传身 而且爆料的都是同一个人 不会都是桃子爆的料吧 真错 不过他确实有作案动机 而且之前他们还见过面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见见他 我陪你去 好 我去 张小姐 麻烦问一下 昨天你有见过桃子吗 见过啊 怎么了 他 死了 什么 死了 你们 不会录什么真人秀的吧 您刚才已经看了我们的警官阵网 不是 你们不怀疑是我杀的吧 太搞笑了 是 我呢 最近负面新闻比较多 那我见他呢 就是用钱堵住他的嘴 他们这种人嘛 反正你给钱了 他们就不会报道你的负面新闻了 私下我们是没有什么联系的 老板 弯弯回来了 弯弯 你回来了 高兴妈妈玩得怎么样啊 还蛮乖的 挺乖的啊 这位是 我助理 弯弯 弯弯啊 你把弯弯抱进去 给两位警官呢 倒点水喝 是 哦 好 我承认 我呢 确实不太喜欢桃子 但我不至于杀了他吧 你们这样怀疑我真太可笑了 如果你们需要取证呢 我是愿意配合你们调查 谢谢 谢谢 那您知道 桃子有心脏病吗 他有心脏病 你不要搞笑了好吧 他每次追我的时候 比男记者跑得还要快呢 那能麻烦您 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才录一下您的指纹吗 可以啊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好 来 你这不会擦不掉吧 擦得掉 十个手指头都需要按 麻烦准备一下湿纸巾 好 来 好嘞 谢谢 行 那就不打扰了 再有什么问题 我们随时联系吧 那个麻烦打扰一下 还有一件事就是 因为我们俩呢 都是您的粉丝 您看能不能让您的助手 帮我们三个合一张影 什么 你不是为这个 才来我家的吧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好 好 一 二 三 茄子 刀饼上的指纹 跟张仪的指纹不符 相信也是 桃子的朋友都不知道 她有心脏病 更何况是一个 被偷拍的女明星 线索要短了 我还有一个人的指纹 先对比一下 谁呢 先对比一下再说吧 知道你是谁的指纹 张仪的助手朦朦的 我们去张仪家的时候 在跟张仪谈到桃子事件 我发现张仪的脸上 只有气氛并没有惊慌 您不怀疑是我杀的吧 所以就排除了张仪的可能 后来我就发现 她的助理蒙蒙脸上 有一点不自然 所以当时就多了一个信仰 您看能不能让您的助手 帮我们三个合一张影 大王 可以啊 我还以为你真喜欢这位心呢 夸夸你徒弟啊 真不错 你不认识吗 不用 不用 解释 解释吧 我捅了他 可能是他活该 说详细点 我跟了我老板四年多 每天端茶倒睡洗衣做饭 无时无刻不